早晨,欢迎大家回来我Learn with Tom Lee的 唐诗广东话研习班第三卷 今天我们会讲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在格律诗词中 所谓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说法当然不是金科玉律 而是大致的意思 这个口诀是有利于我们学习诗词配对的时候 尤其是近体诗的巨色 在压韵之上 贴对方法有严格的要求 在这里我就用一首七绝床头诗 江南春祖 为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所谓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格律 这首诗就叫做江南春祖 是一首床头诗 大家留意这首诗的第一个字 江风吹破小桃红 南国燕光细雨中 春事不因人事改 早寒天气鼓行功 第一个字就是江南春祖 根据广东话的九星 我们就知道第一句就是 一一一一三二四四 也就是平平平 側側平平 第二句就是四八一一三五一 平側平平側側平 第三句一六七一四六五 平側側平平側側 第四句二四一三二四一 側平平側側平平 这首诗 我们看到第一句的第一个字 是平升 所以我们称为平起 而第一句最尾的字 是平升 也就是平收 如果第一句是平起平收 的话我们称这首诗 叫做平起首句入魂式 接着我们看看 所谓二四六分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首诗的第一第二句 和第三第四句的 第二个字 第四个字 第六个字 是一定要平和側相对的 我们看看上高的例子 首先看第一和第二句 的第二个字 分别是平对质 側对平和平对质 它们互相相对 而再看第三和第四句 里面的第二个字 第四个字 和第六个字 分别是 側对平平对质和側对平 所以我们合格了 其中一个二四六分明的格律 另一个二四六分明的格律 是分别在第二和第三句的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第四个字 和第六个字 一定要是 压平稳 或者是压側稳 我们看看上高的例子 第二和第三句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第四个字 和第六个字 分别是 側压側 平压平 和側压側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四六分明 符合这些条件的诗 是非常压远 好听的 当然 作诗的人 也要是 很有文采 才可以做到的 接着我们再看 所谓的一三五不论 意思就是 每一句的第一第三 和第五个字 不论你是 平对側 側对平 平对平 或者側对側 都无所谓的 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明的意思 好 在这一集的唐诗研习 研究 关于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明 我们暂时就说到这里 下一集 我会有更多的律师 绝师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研究 他们的压魂 如果大家想看回 我前几集 关于唐诗的研习 大家可以去以下的网址 分别就是 这个网址 一字千金 第八十讲 和下一个网址 一字千金 第八十一讲 当然 今集 就是第八十二讲 再会啦 Adio Hasta la vista 最后一讲 最后一讲 是 最后一讲 两个人 似乎 一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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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